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无症状感染者 在上个礼拜六文庆的世界之报亚洲版 我们把无症状感染者放在第一则新闻 为什么 因为他是整个这次新冠病毒里头最特异的现象 著名的生医专家何大一 他现在领导Colombia的一个研究机构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机构里头 他谈到新冠病毒 他说过去你感染SARS 刚开始潜伏 可能没有几天之后就有症状 然后你潜伏的时候 你不会传染给别人 可是一旦有症状 每个人都有症状 但新冠病毒是太特别了 有些人是被感染 根本没有症状 有些人是感染了 潜伏之间非常的长 最后他可以自行痊愈 有些人就一下子变成很严重的疾病 有些人可以救回来 但是他的身体再也不是从前的肺 从前的器官 有些人就很快的住进家户病房 之后孤独的死亡 为什么同样一个病毒 他可以在别人的身上 是完全没有症状 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可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会导致他的死亡 这个是整个何大一 他们在研究这一次病毒里头 非常核心提出来的第一项问题 所以他说他并不同意 中国的很多专家 把糖尿病 把慢性疾病 把其他的东西列为 他如果说 那只是刚好死亡的那些人 他们有这些疾病 他觉得最合理的解释 包括有些很年轻的 也会死掉 是免疫系统 有些人的免疫系统是很稳定的 所以他可以自行痊愈 叫做无症状感染者 但如果你很年轻 可是你的免疫系统是有问题的 你很可能一刚开始一得病 你就死掉了 无关年龄 而随着年龄增长 人的免疫系统会变坏 要不然就是太强 要不然就是太弱 简单来讲 就是免疫系统的失调 所以他导致了 全身的免疫风暴跟攻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武汉现在接触封城 最危险的就是 他可能有1万到2万的 无症状感染者 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 全市城市公交 一铁 纹渡 长途客运 暂停运营 无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恳请广大市民旅客 理解支持 这片土地 基本上是空无一人的 不是第一次遭遇灾难 也不止一次见证过 黄困 肯定的有人传 无奈 困兽 组组回首 我们为生者祝福 也祈祷事者安息 对英勇牺牲的医务人员 和不幸去世的患者 表示深切的哀悼 公共卫生史上 前所未有的封城令 让拥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口的武汉 度过了刻骨铭心的76天 现在时间是2020年4月8日零时零分 可以看到收费站出城方向 五个通道中的四个已经打开 出城的车辆 依次有序通行 按照湖北省和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统一部署 从此时此刻起 武汉市撤除市内全部75个离汉通道的管控点 我这家待了整整80天 在武汉这家 现在想复工的时候 也心情也比较激动 睡都睡不着 九省通渠金富环 高速公路通了 火车站开了 机场迎来解封后的第一飞 这些在普通不过的日常 对走过悲伤 恐惧 愤怒和绝望的武汉人来说 竟成为了战役过后的小确幸 我会永远记住那些让我们摘下口罩的人们 疫情过后再想和家里人团团团团团的吃一顿饭 很想念同学 很想念我的学校 想好好有个回 找个朋友 干到回去上班 对 每天要经过哪几道程序你出门 出门就是扫码 量体温 登记 需要出示复工复产证明吗 需要 绿色健康码成为了市民出行的标配 迫不及待的出外买菜 迫不及待的开门做生意 平常而不平常的还有离汉流程 所有驾车离开武汉的民众 需提前准备好绿色健康码跟身份证 配合工作人员查验 而想到外省复工者得提前向当地申请报备 我们收藏的有一个码 它是所有的信息全部在这个 这个看没有 然后我是从哪里上高速哪里下高速 它会有个登记 就是您的这个车号名字身份证号 从哪里出发 我们从这里面上 我公家里都停了都预约好多 从哪里上高速哪里下高速 政府人会跟我联系 主动联系 你看我自己开这个身份证 都会有这个证 就是你出发的时候 对方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 车站 机场 防疫安检措施 也是面面俱到 解封首日 有五万五千多名旅客离开武汉 其中四成是前往珠三角地区 为了接收离汉人员并精准防疫 离汉人员必须接受核酸检测 成为了各省市的基本要求 广东省更要求要做两次 第一次是离开湖北之前 第二次是抵达广东七天之后 如此谨慎 也是为了避免漏掉 具有传染性的无症状感染者 不能放松 尤其是社区 可能还有遗漏的 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等要确实的发现 确实的隔离 确实的治疗 同时呢 各大医院的发电门诊 还要加强检测 那么对还有少数 在医院的病人 我们还坚持救治 让他们尽快的康复 武汉的这个 这个抗予斗争的经验 我认为也应该很好的总结 这个对某些事件 各国都在 这个高发流行 有非常重要的 这个称考价值 无症状感染者被形容为 是大陆抗疫下半场的关键 大陆国务院也在武汉解封的同一天 颁布了关于无症状感染者的管理规范通知 除了要加大筛查力度 内防反弹 人得从社区着手 一方面今天所有的人都会 尤其武汉的人更是知道了今天武汉解封 但是另一方面小区实行 继续实行封闭的管理 我不知道很多的这个居民会不会心里觉得 凭什么呀 这个我怎么还对我实行这个封闭管理呢 怎么去做相应的心理工作呢 武汉的这个离汉通道 这个解除了 解除了这个封闭 但是呢 这个并不等于我们都可以 这个可以就是放松警惕 所以呢 我们还是会对居民进行宣传 进行劝导 之前我们社区也通过微信号 这个QQ群 微信群向居民这个发出了倡议 大多数居民还是给予了我们的支持和理解 因为他们也认同 小区如果封控继续管好了 对于大家的安全是最大的保证 也就是说武汉民意上是解封了 但市民的封城生活并没有结束 无疫情小区一样是每户每天 可派一人在社区范围内购物 而外出时间控制在两小时内 社区同时要求如非必要 一律禁止人员外出 人群当中99%以上的人 对这种新冠病毒呀 还是易感的 这个只要有传染源进来 再次流行的风险仍然很大 所以说呢 这个防范是这个必须的话呢 还是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见证以来 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断然封闭一座城 保护一国人 阻断疫情的做法 爱滋病机会酒疗法发明人 何大一认为 值得全球正深陷新冠病毒 所苦的国家借鉴 外国人墜加战法 中国封闭 亚战法 估亚战法 人家已成功了 從武漢走出去的新冠病毒 疫情動搖了全球經濟 也終止了全球化的進程 歐美各國目前還在實施禁服令 開放的歐盟邊界仍處於封鎖狀態 多國禁止外國人入境 而此時在看武漢的解封 對全球抗疫可說是具有象徵意義 中國用76天的封城 換來了階段性的成果 武漢的復蘇受到全世界關注 接下來如何確保城門打開後 做好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確保重啟後 當地的生產生活平穩有序 這兩個確保 對於中國乃至武漢而言 至為關鍵 診療的消費 也沒有搜尋 取消消消息 適合 總部膳設施進行 是他在隐瞒 事实上我们随着时间 随着病情 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越来越多 其中最明显的是要不要戴口罩 回顾武汉封城的时候 台湾有相当多的工卫专家认为 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保持1.5公尺 或是超过1公尺的安全距离 你可以不用戴口罩 可是老百姓还是很恐慌 所以最后就实施了全民的实名口罩证 然后整个实名口罩的制度开始上路了 可是台湾的工具机更了不起 就很快的制作了很多的口罩 台湾也禁止口罩出口 所以台湾在这件事情 政府的很明快的处理 赢得了相当多的掌声 所以要戴口罩成了现在全球的共识 可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美国回头一看 他的口罩库存在上次中东呼吸症 MERS的时候 他库存只剩1% 全球在这个时候 欧美因为都没有准备口罩 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制造业来做口罩 那么马上要生产口罩 可能也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本周因为工业专家 一致大致同意了 白宫也一致同意 因为争论了很久 要戴口罩 而就形成了全球强口罩的一个现象 4月7号 美国CDC新兴传染病杂志 发表美国若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对新冠病毒传染力的最新研究 通过收集大陆各地的大量个案报告 得出武汉疫情大爆发春期 确诊倍增时间为2.3至3.3天 基本传染数为5.7 也就是一个病人可传染给5.7个 这高于稍早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公布的3.87 更高于2003年SARS的0.85 显示新冠病毒强大的传染力 如果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甚至封城等果断措施不做 这种病毒得感染82%的人 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而最新的基本传染数也表明 美国重灾区纽约的确诊病例 多集中在非曼哈顿的郊区 他们大多搭地铁上班 却没什么人有戴口罩的习惯 美国国家过敏政客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一改过去的宣传口径 要大家戴上口罩 而疫情当下 口罩是期货可居 堪比黄金 全球一照难求下 台湾中部精密机械业者联手赶勾 打造出全球瞩目的口罩传奇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组装92条口罩机组生产线 让台湾的口罩产能 从每天100多万片提升到1300万片 一举成为全球口罩第二大生产果 台湾的工具机和精密制造的实力 完成了这不可能的任务 李克强考察了民营纳通生物科技公司 新上的口罩生产线 而与台湾一样 拥有口罩原料与制造能力的大陆 也在疫情爆发出期 全力充斥口罩产能 现在可日产两亿片 也因产能的扩大 两岸都展开口罩外交交朋友 但在疫情当下 也有因抢口罩而翻脸的猛活 德国明镜周刊报导 柏林警方向美国3M 订购在大陆生产的20万个N95口罩 没想到在送进曼谷时被拦截 最后全被运回了美国 Berlin's Interior Minister Andreas Geisel urged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remind Washington to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saying this is not how you deal with transatlantic partners even in times of global crisis there should be no Wild West methods Since we have thi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model many of our items are coming regionally and we're working with our supply partners very closely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and we have been increasing capacity to try to meet that demand but it is very high 而Sulian的高管说 产能确实有限 夹在美德之间 他们也很无奈 但毕竟这是一家美国的企业 We're very disappointed in 3M They should be taking care of our country And they can sell to others But they should be taking care of our country 川普不满Sulian 没有先满足美国的需求 于是动用了国防生产法 除了严禁在美生产的口罩出口 更在全球范围内拦截Sulian的订单 除了德国 包括法国与巴西 都传出口罩遭美国强行掠夺 或另行以高价拦截 Sulian不及商业声誉 不得不与白东妥协 承诺未来三个月内 将为美国生产5600万片N95 也会从大陆的工厂进口1.66亿个口罩 优先满足美国的需求 而吃了闷亏的德国也很无奈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 柏林当局要求军方 能派部队护送相关防疫物资 德国卫生部长在探访一座物资物流基地时 更直言面对这场夺宝争夺战 德国得更加积极 全世界现在购买了 这些购买了 现在的购买了 现在的时刻 有时很难的 预算计划 也有时常计划 计划计划 突然不预算计划 穿一扇带截 人们的衣服 如果您有病毒 但您知道它不知 从明天 市场和市场 整个场上方向要我们来追加普遍的有机会 戴口罩上街 一度成了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在许多西方世界的观念里 有兵就该待在家 不应该戴着口罩出门 且如意大利的反恐法 在公共场所蒙面或戴口罩 是会遭拘役或罚款的 在疫情当下 许多国家改变了做法 奥地利就豁免这期间的反蒙面法规定 要求民众出门得戴口罩 法国许多城市陆续跟进 总统马克宏也有意颁布 全国抢制令 要求出门一定得戴上口罩 而这成了全球各国 都在抢口罩的原因 而美国在全球各地拦截口罩 原因是一直宣导口罩防疫效果 有限的防疫指南政策大转弯 4月3号突然改口 建议民众外出时戴上口罩 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也发了推文 要求每个人严格保持社交距离 并戴好口罩或面罩 因为病毒能传播给任何人 但川普很铁齿 他说他并不会干 我感觉很严重 被國媒體調侃 這是川普試煉型人格失調 但川普也確實呼籲 出門只要戴布口罩 不要跟抗議一線的醫護 搶N95等醫療用的設備 美國公共衛生局長亞當斯就發表時評 如何使用不穿的T恤 來製作布口罩 雖然川普發起類似台灣燒找 我OK你先領的里浪口罩運動 但美國抗議一線的醫護 能苦於口罩等防疫物資短缺的問題 全美各地醫護都為此發動抗爭 當疫苗口罩運動 我們不適合保護 我們會感到很害怕 而里浪口罩運動背後折射的 更是官方在防疫準備上的溫足 在疫情爆發之前 美國僅庫存1200萬個N95 和3000萬個外科口罩 但美國CDC預估 光美國醫療系統在疫情期間 口罩的需求一年就要35億個 而當前的庫存只有1% 最後也只能想方設法 在全球各地到處攔截口罩了 台灣在上一波的防疫裡頭被認為是模範生 但是現在歐洲美國認為最好的模範生是韓國 韓國首先剛開始爆發了大邱的教會 天地會造成了千人的感染 韓國政府馬上鐵碗措施 禁止教會聚會 繼續聚會的教會 總共有175所直接的警方 進行現場的逮捕 要求他們立刻解除 立刻取消他的聚會 所以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鐵碗政策 那為了不讓大邱的天地教會 1000多個人 後來又爆發了社區感染 這件事情不斷延遲下去 所有的台灣政策 大概都集中在大邱這個地方 2月18日爆發以來到了4月9日 當地的確診病例終於歸零 韓國怎麼做到了 現在是全世界都在注意他的例子 어제 하루 국내 코로나19 신규 확진자가 27名 발생했습니다 新규 확진자 수가 50日 만에 가장 낮은 수준으로 떨어진 건데요 對구에서는 첫 확진자가 발생한 지 52日 만에 신규 확진자가 1名도 나오지 않았습니다 以來由大陸的 누적 확진자는 昨天跟6807名 昨天3日初初 新加 확진자가 1人數로 떨어진 이후 今天新加 확진자는 0名的記錄 2月18日爆發教會 千人感染事件 疫情隨即進入最高級境界 新冠病毒更就此 向韓國全境擴散 被譽為是 韓國疫情正樣的大秋 52天之後 4月9日 單日新增病例首度清零 這一天 全國單日新增病例29例 也創下了從疫情高峰以來的新低點 事實上 此前一個禮拜 韓國每日新增病例 就已經連續多日 都維持在50例上下 隔離中 與隔離解除人數 也在3月底就出現了交叉 這都宣告著疫情正在顯著而快速的好轉 從1月20號出現第一起新冠肺炎病例以來 將近三個月的戰役 韓國無疑交出了一張亮麗的成績單 SWIFT ac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as key That included social distancing Contact tracing Widespread testing And they were prepared 防疫專家總結韓國的防疫策略 最關鍵之處是以三個T全力阻斷了病毒 追蹤 篩檢和治療分流 同時也成功地推動了全國民眾配合投入防疫 就在大邱新天地教會 千人群聚感染爆發之後 防疫當局第一時間推動的 就是追蹤與篩檢雙管旗下的防疫策略 以大數據科技追蹤手段 找出了病毒擴散路徑 並且以廣泛篩檢 找出病毒進行圍堵 Here's an example of how it works Let's say you find out you have coronavirus The government then uses your cell phone and credit card data to track where you've been and then blast out an alert to the cell phones of people who may have crossed your path Contact tracing is one of the hottest keywords in South Korea at the moment It tracks the history, timeline and the locations visited of a coronavirus patient Amit the fast spreading coronavirus outbreak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restaurant and hotel the confirmed patient went to how they had arrived which subway line or the number of the bus they took is shown Even the seat they had set in at the movie theater is being revealed 針對爆發感染的大邱新天地教徒 強制全面接受篩檢 更禁止新天地教會所有的聚會活動 關閉其所屬的各活動會館 暫停聚會令 最後擴及了全國各地的大小教會 還有各公共場所的集會活動 不管是因為官方勸告 還是以行政命令強制執行 也有的是自發性配合防疫 教會紛紛宣布停止禮拜 關閉教堂以避免感染風險 許多的公眾活動也都取消 而當確診人數進入噴發期 防疫當局更果斷下令 只要一人確診 所在地點的辦公大樓、商場等 都必須全面進行封鎖 同時也鼓勵企業推動 在家遠距辦公 這些做法都在第一時間 有效地將人群流動 降到了最低 阻斷傳染途徑 專家指出 從病例分析來看 境外輸入型的病例 成為當前最大宗的感染源 機管當局將防疫的重點 轉變為阻斷境外病例 但一個禮拜以來 光是入境隔離措施 也頻傳因隔離旅客逃脫 或者取巧 躲避隔離管理 absidan妥単人 成親的女性 於九父上 también Já得生於 acordo 一月八十四姊 的人在警察 群之間 30八十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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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家士 鱧 Athy二75 狂自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时采用了隔离自主管理앱软体来追踪隔离者的行踪以及健康数据变化 入境隔离措施上路短短4天就有137人违规面临依法开发 移民富汗工作的印尼劳工更因为跑到外线市被警方逮捕 자가격리 대상자에게 동의를 받은 뒤 전자팔찌를 부착하고 부착에 동의하지 않으면 입국을 금지하는 방안도 검토하고 있는 걸로 전해졌습니다 하지만 전자팔찌를 부착해 개인의 세세한 동선을 국가가 파악하는 것에 대해 인권 침해 소지가 있다는 우려가 있습니다 또 4일 기준으로 3만 7천여 명에 달하는 자가격리자들에게 전자팔찌를 즉시 대량 공급할 수 있는지 등 현실적 문제도 남아 있습니다 행정안전부가 만든 가상의 자가격리자입니다 자가격리 위치는 이렇게 빨간 점으로 표시되는데요 위치를 이탈할 경우 이렇게 초록색 선으로 동선이 표시됩니다 정부는 이에 더해 3중 감시 체계를 가동하기로 했습니다 구청이나 군청 공무원이 지역 자가격리자를 관리하던 것에서 나아가 해당 시 도에서도 확인하고 중앙재난안전대책본부도 추가 검증을 하기로 한 겁니다 휴대전화 자가격리 앱으로 건강 상태를 매일 확인하고 유선으로 하루 두 차례 위치와 건강을 체크하는 것과 더불어 네 선생님 저희 정상적으로 자가격리하고 계신지 여부 확인하러 나왔습니다 일부 지자체에서 실시했던 불씨 점검도 전국으로 넓힙니다 코로나19로 죽음의 문턱까지 갔던 70대 남성의 흉부 엑스레이입니다 유리를 갈아 넣은 듯 뿌옇던 염증 부위가 대부분 사라졌습니다 기존 완치자의 혈액에서 뽑아낸 혈장과 스테로이드 치료를 같이 한 결과입니다 말라리아와 에이즈 치료제가 듣지 않던 60대 여성도 혈장 치료를 받은 뒤 퇴원할 정도로 건강을 회복했습니다 혈액을 채취해 원심불리기로 돌리면 두 개의 층이 생깁니다 이 중 위에 뜨는 노란 층이 혈장입니다 혈장 속에는 단백질과 여러 영양성분이 들어있는데 최근 감염병에 걸렸다가 나은 사람이라면 항체도 들어있습니다 항체는 몸속에서 크게 두 가지 역할을 합니다 피 속 바이러스들에 들러붙어 바이러스가 다른 장기세포에 침투하는 걸 막고 대식세포가 먹이로 착각하게 바이러스를 잡아먹도록 합니다 혈장 치중에서 물질을 받은 두 명 환자들 從痊癒患者身上抽取出來的血漿 並服以肋固醇治療 僅僅兩個療程 患者的情況就有明顯好轉 而且未見任何副作用 韓國專家們將這次的臨床經驗 視為是新冠肺炎患者治療的重要進展 正打算向國際醫學界提出正式的報告 也將擬定血漿治療方針 提供給國內的臨床參考 但如何確保血漿的供應 以及副作用問題 還必須進一步做更多的臨床研究 如果我們整理是哪些地區在武漢之後 可能成為這次新冠病毒最集中的地區 其中一個就是國際大城市 像英國的倫敦 像紐約等等 另外第二個就是那個地方 是相當依賴大眾運輸工具的 而人們因為一剛開始親戶了這些事情 它成了很大的傳染源 第三個是旅遊 很國際重要的旅遊地點 不只是郵輪 國際重要的旅遊地點就淪陷 例如普吉島 普吉島現在的新冠病例 比泰國的曼谷來得更高 而這個警訊馬上提醒了法國 法國有非常多的離島 而當地的醫療設備是絕對不足的 所以法國現在一旦有了口罩 第一件事情就防範於被染 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把口罩都送到離島去 希望有離島那個地方就堵起來 不要他們有了病情 然後沒有醫院造成悲劇 所以還要用軍機再運送 所以現在法國的口罩 第一優先的不是給大城市 而是給離島地區 因為只要是觀光的離島地區的話 它的醫療社會不足 又有很多人去 這些國際遊客 可能正是最大的一個感染源 因為普吉島已經給了泰國 非常嚴厲的教訓 待會兒回到文獻的世界周報 歐洲版